目前搭的是 Toyota的電動車 蠻平穩的 要趕去徵留房 信寧店 那間店叫信寧店 沒錯吧 在萬達裡面 OK 現在在信寧的萬達 要去三樓的徵留房 第一次來信寧的萬達 傳說中的新開的這間店 就在這裡 OK 進來囉 青爺他們的特色最近 現切的牛肉 有看到吼 掉在那邊 這邊 一樣會有熟食區 醬大骨 嗯 嗯 哇 皮皮蝦這邊比較好 泰國蝦 春子 雅拉 一樣 酒品都一樣 黃老吉等等那些都一樣 酒一樣有百味 OK OK 火鍋亮 水果 青椰 黑胡蝦 黑胡蝦 連鰻 哇,鮑魚還是那麼大顆 跟狐狸太鮮一樣大顆,要找小哥的餅吃 好的,中餐區呢,非常的寬敞 感覺有比那邊大一點 好,我們今天用的是清湯鍋底 去拿食材啦 先去拿榴槤,要拿椰子 拿了兩顆 我們要把餅乾淨 去拿了烤榴槤,換你加兩片 好好吃 來這邊就是吃榴槤 吃到爽 做得到小朋友 同樣的我們去吃一塊 立賞哥,千藏不起來 不好,我不好 自己還 rails一點點 干杯 真的好喝 好賣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葉子 你喝一粒啊 這一顆沒有多少 好的 再等那個 蒸鍋 同時去拿一些熟食 蒸得生 這個東西只記得小時候在那個喜宴的時候 這鍋好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鍋好嘍 然後夾過來 黑虎 這邊的黑虎 都這麼大 泰國家都帶帶油管 魚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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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菊手套 先來吃 魚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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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齁 各位如果要吃蒸牛 我建議各位可以 如果許可的話 來這間萬達 因為為什麼 萬達這邊 感覺環境比較舒服 這邊會感覺比較舒服 那這邊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這個 空調吹過 會跑到那邊去 所以說會有點熱 我現在把這個鍋 關掉 兩塊一點 黑虎就是肉質硬 好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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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貴氣 好誇張 你不是說 爽的 它那個看起來應該有 2 4 6 8 10 12 16 大家對上面的牛肚 年輕就是好 你沒有出去 我先把它放在這裡 你來了 謝謝 謝謝 我盤子要留著 那比較好 謝謝 這個 還有這個 我盤子要留著 還有這個 鮑魚 這個鮑魚 這麼大一顆 要分好幾個才吃的 不過比起上次來吃那個鮑魚 大概小一哈 上次小顆的就太大顆了 可是倒車的好像比較貴 那邊 我現在到一顆 我現在到一顆 剛剛到一顆 好像到一顆 還可以 然後 去 現在我 這邊 還有 我知道 我也同 不可能 等一下 太熱了 太爽 太酸 如果 它 一顆不留,全部清光 真的是一顆不留 好的,以上是阿州到 真牛航新開的信林店 在這個地方用餐的情形 我們一個人的在網路上買的餐費是153塊人民幣 那外加他這個湯底這邊特貨 就是清湯的話是一塊錢 好的,我們下次影片見